超市里琳琅满目的进口冷冻肉品多到你数不完 光是去年香港的冷冻牛肉进口量就接近3.81公斤 其中最大进口国是占总体55%的巴西 美国则占了24% 食材追追追解密冷冻肉品运输过程 每一盒冷冻肉品会经过四个阶段运到你手中 食品工厂会将牛汁按照各部位分区包装并急速冷冻 一般使用期限为2-3年 所有肉品会经船运到香港 以美国和巴西为例 牛肉自分装到港通常需耗时至少3个月 抵达香港后大多会送到集中的温控仓库 这些仓库都位在奎用区 零售商完成订货手续后便会派车到货仓取货 按照需求进行后置加工 再至各通路铺货或直接卖给餐厅 一头牛从牧场到消费者面前有时至少失禁过半年 这样是否会有卫生安全的疑虑 整个储存期里面呢 我们的温度里面的控制一定要是固定在-18或者-25 可以例如去到两年或者甚至再来都可以的 不过运输过程如果无法达到恒温肉 就放不了那么久 这些温度上上落落呢 会不单止令到肉质变差 而且也都会令到细菌的支撑 假如我们开箱或者开包看到 那些的水份开始有机会溶出 或者有机会有少少的肉质流出 其实这些已经是不合格的一个水平